青石几缕光阴,便是世间美味。 我是啾啾,欢迎来到时光时味。 今天咱们来做面筋,主要的材料就是面筋粉,蛋白质含量在70%到80%。 首先在盆中倒入240克清水。 加入2克盐,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130-140克左右的面筋粉,用筷子给它慢慢搅拌。 这个面团湿度很大,但是一点都不会粘连。 面筋粉全部成团以后,我们用手反复地揉搓一两分钟。 当面团状态不再松散就可以停止揉制。 准备一张保鲜膜,将面团铺在上面。 稍稍整理成为一个长方形。 用保鲜膜将它包裹起来松弛半小时。 经过半小时的松弛醒发,它已经成为了一块特别具有延展性的面团。 我们用刀将它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 注意将它们每条分开,避免粘连。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面筋的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们取出一条面筋,准备一根筷子。 我们需要将它卷在筷子上。 一边拉扯一边卷。 从上往下,再从下往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的封口要捏紧 将面筋从筷子里抽出来 每一根咱们都做相同处理 烧一锅开水 将处理好的面筋放入锅中 煮至三到五分钟 准备一喷冰水 将煮好的面筋夹起来 放入冰水中浸泡 这又是咱们做好的面筋 可以拿来做炒面筋 红烧面筋 或者拿来烧红烧肉 咱们今天来做烤面筋 准备一根烧烤用的签子 串入到面筋里 接着用刀斜着切 一边切一边滚动 切好以后将面筋拉长 每一根都做相同处理 铺在烤网上 将烤网架在铺有烘焙纸的烤盘上 刷上一层酱油 我用的是生抽老抽和植物油混合 每一面都要刷到位 撒上一些盐 烧烤用的混合香料 里面有紫然 辣椒面 蒜粉 芝麻等等 接着送入烤箱 华氏350度 摄氏温度180度 烤至20分钟左右 烤好的面筋 它会微微膨胀 外面脆脆的 咬下去又很筋道 在上面再刷上一层油泼辣子 咱们的烤面筋就做好了 味道香辣可口 口感有嚼劲 如果您喜欢的话 不妨试一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